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 今天也启程前往美国访问 但是却发生了一段意外的小插曲 就是她搭乘的联合航空 在日本东京转机的时候 机上有一名乘客在起飞之后 两个小时突然心脏并发 飞机又折返东京 包括蔡英文还有参访团的其他成员 都必须在后机室里面 等待飞机重新起飞 而蔡英文在出发之前 先接受了媒体的访问 对于金普聪宣称 马云九总统不排除访问中国大陆 蔡英文认为这样重大的事情 应该是总统自己来说 金普聪的发言实在不合体制 周末节当天民进党总统参选 蔡英文赴美访问 副手苏家全也到场送机 蔡英文这套美国行 将办会美国国务院的高层官员 而马办执行长金普聪 已经先一步到美国 隔海就先开炮批评 质疑蔡英文的领导能力 和她在重大政策上的立场反复 而蔡英文也反驳金普聪 签约身份使用国家资源 将选战由国内延伸到国外 总统真的要管一管他的金先生 如果金先生讲的事情 是总统的立场 那就应该由总统出来讲 那不要让一个竞选的干部 示意的在外面 做一些不合体制的言行 而针对金普聪在美国表示 总统马云九离任后 包括访问中国大陆 甚至政治对话都不排除 有发展的可能性 蔡英文也提醒 马云九是中华民国总统 要考量到他的身份 主将不在国内 副手苏家全扛下国内的选举大任 下午到台中展开密集的败会行程 去年五多台中市长选举 苏家全临为寿命 在台中打出漂亮的一仗 面对对手马云配将选战定位为 决战中台湾 苏家全不去战勤败票 希望这次冲高得票率 副手积极在国内拼选举 主将蔡英文访美 除了参加侨胞造势参会之外 也将办会美方高层官员 应加配裁钢成军 海内海外双管齐下 展现2012求胜的决心 记者林鑫郭俊林 桃园台中综合报道